各位来宾大家好 以下是太平区公武工程的线上交流会议简报 本案基地位置位于环中东路4段与中山路4段55项交叉口 过去是太平区的星光垃圾掩埋场 公园面积总共3.15公里 从去年的11月25号开工 目前已完成的范围约占全区的52% 画面右边的地图中间红色虚线所匡列起来的范围 就是过去的星光垃圾掩埋场的区域 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规划为中央草坪区 宠物园区以及景观土球等设施 其他已完成的部分包含了北侧的小客车停车场 机车停车场 篮球场 公测的结构体 宠物园区以及环中东路旁边的景观压花铺面步道 在配置图的部分可以看到 画面左手边的是我们的平面停车场 在停车场旁边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北侧公测 主要活动广场 篮球场以及共荣游戏场 还有宠物专区等设施 在画面中央看到的是主要活动草坪 景观土球 雨体建设施广场 画面右侧与下方 也就是基地的南侧与西侧 是本案的干式制红空间 平时可以作为活动广场 暴雨期间则可以提供防灾减灾的效益 停车场的规划采用单进单出的管理方式 以避免车型动线的堵塞 停车格的总数量为126格 其中112格为小客车 8格为亲子停车格 另外6格为无障碍车格 考量亲子家庭与无障碍人士使用的便利 本案规划的车位数量均超过法规的规范 机车停车场的总数为75格 与汽车处入口分流进出 以避免造成交通冲突 而在页面下方的示意图中可以看到 未来小客车与机车停车场周边 皆以连续绿带来分隔人形步道 以确保公园使用者的安全 景观土丘规划于基地东侧 结合2米高的土丘与负城之栽带 目的是为了阻隔快速公路的噪音与落成污染 主要活动草皮区 总面积约1300平 也就是4500平方公尺 透过重新整地创造出广阔的运动休闲空间 本案总共设置南北两处公厕 在规划上面设置通风明亮的使用环境 友善的男女侧间比例 独立的亲子厕所与无障碍厕所 让整体使用机能更加完善 在宠物专区部分 则将大型犬与小型犬的使用区分开 并且设置双层出入口 减少宠物之间的增值问题 园区内设置饮水槽遮阳棚 座椅设置等等让使用上更加便利 而特色游戏场方面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区块 画面中央上方的是网工游戏区 本区结合既有地形的高度变化 在北侧边坡设置神网隧道 天然快石攀爬场 两组宽窄变化的模式滑体 以及橡胶石的攀爬网 结合天然草皮与气石修气区 来提供耳同自然材质的感官体验 网工游戏区底部则为系列室的缓冲材料 并且设置一组小型的沙坑与遮阳棚 来提供遮阴 斜坡游戏区高度差约1.5公尺 用不规则的曲率变化来设置混凝土斜坡 增加游戏球 小攀绳与小攀岩块等等 作为游戏区的上下路径变化 画面右手边的是高塔游戏区 塔内设置多种攀绳设计 提供耳同不同的攀爬体验 攀绳设计有简单到困难 对应高塔设置的三组不同高度溜滑梯 画面下方的是低淋雨共荣游戏区的设置 设计上面以2到5岁的孩童及生脏儿童使用 其中包含了7组荡鞦韆 共荣旋转盘 弹跳床与游戏球设施 旁边则为棚架休息区与气时炒坡的休息区 让家长可以安心休息并且照顾儿童的需求 高塔游戏区是本案最主要的特色游戏设施 包含一组全国屋外公园内最高的管装流滑梯 总高度达11米 同时考量不同年龄层的需求 另外设置8米与2.5米的滑梯各一组 游戏塔的通道设计有简单到困难 一楼的入口可以使用楼梯 钢索爬网与金属爬架上到二楼 二楼以上也就是游戏塔的内部环境 则采用了神网龙梯 垂直钢索与60度的钢索爬网 来作为楼层间的通行路径 透过攀爬难度的提高 增加11米跟8米滑梯的挑战难度 提供更刺激的游戏体验 也增加小朋友的自信心 挑战欲以及满足感 低龄与共融游戏区的秋千设施总共有7组 包含了器座室 包覆室 一般型与亲子秋千等等 在器座室的秋千可以提供 比较高年龄的身上儿童使用 另外弹跳床的宽度是1.5米平方 以及共融旋转盘 这两项设施都可以提供轮椅进入一般儿童共同使用 来达到我们整体的共融游戏的目标 本案建设完成以后 将可以达到全灵健康公园 优质生活与苗小孩社交圈的效益 同时自宏池与中央草皮的规划区 可以提供都市防灾与紧急避难的功能 简报的最后 要麻烦您扫描画面中央的QR Code 将您的宝贵意见回馈给我们 共同完成太平公五特色公园的规划月景 感谢您的聆听 感谢您的聆听